他球到底打得好不好 一千年 好像阿亨 沒有 我那時候還比較小 因為我那個年紀 因為他大概只有192公分 然後他經常扛 是又192 他只有 要在我們山口上面傻爺 我186 186 愛通過 愛你多少 在球場上面 你可能打球可以輸 但是那個時候他不能輸 像我那個時候 就是你嘴巴不能輸 嘴巴要負氣 對 你球要嘴硬 那就有一些比較不孝的球員 他特別喜歡講垃圾話 而且在籃球場上 就是一個大七小沒小鳥的 一個那種 大七小沒小鳥 就是這樣子 對 所以那時候我算是 可能我18 9歲 剛出道的時候 那個時候有一位 就是我們的前輩 就是我剛剛說的陳建州先生 他就是以講垃圾話出名的 你知道嗎 對 然後他又很喜歡大七小 好 重點來了 你們通通評價好不好 他球到底打得好不好 他球真的打得好 真的 真的嗎 巔峰的時候 不以為意 不以為意是不是 益慶你 好像啊 沒有 我那時候還比較小 因為我那個年齡 年齡差距 不同的 不同的世代 沒有遇到 那時候就沒有看到了 沒有跟他們打過 有聽學長他們講過說 以前黑哥 也是非常兇悍的那種 兇悍喔 OK OK 他說真的打得不錯 因為他大概只有192公分 然後他經常扛 只有192 他只有在我們三口上面撒鹽好不好 因為192在球場上面 不算太高 因為他打四號 後衛 他算大前鋒 中鋒 他常常扛兩百多公分的 那朱一中怎麼辦 他是因為跑得快 對 準度嚴購 你多少 我186 186 你通過 你多少 你多少 那個呂聰明 這個真的矮冬瓜 但是他有一個好處 他運球是不是高個子 沒有辦法弄到 超乎 超乎 他是那個 敏捷的 隨便就卡到 他就犯規了 他就 對 結果來找 對 然後那個時候 陳建州先生他就欺負我 欺負學弟 他就喜歡講垃圾話 他就走過來說 聽說你 跟口香糖一樣小 可是你知道我這種人就是 球場輸沒關係 嘴巴不能輸 我嘴巴也還可以 我說對啊 學長 你有沒有發現 你媽最近口氣很清新 哇 當下一講完他就尊重我了 這種就是這樣 你一講完他就尊重你 對 但你那個幽默感要有 一定要稍微有一點 好 很顯然球場 他在場上的那個禁竹 他會到私底下裡面 他是有懷恨在心的 所以他節目裡面會把他講出來 沒有啦 而且十幾年 夠好才敢講 講這種垃圾話 然後在路上遇到那怎麼辦 沒關係啊 就這樣子 球場是球場的事 球場是球場 有時候你在球場上面幹架的 不行啦 你們這個是會廢的狗 不會咬 沒有 會 這場上也會幹架 有一次我就跟一個 也是算是比我大一點的學長 打完 打完以後 而且你在球場打架 你一定要先打到他 因為你先尻完他 踩完就會 踩完就會推開了 大家就推開了 對啊 所以我就是這樣 我就不會有輸贏 我就秉持這個觀念 我就先尻到他 然後就自己往後退 對 怎樣 好白目 就是你是被人家架開的 你還想要打 小白吧 打完以後想說 起碼因為也不是比賽期 起碼也是兩個 我只能說 就想說起碼也是兩個月以後 才會遇到 隔天就在花雕機就遇到了 然後以後被打 沒有 我就走過去跟他道歉 學長對不起 有時候其實就是這樣 這差不多一陣式好不好 新北國王今年是冠軍 恭喜 我有在現場 真的 我去現場看你們的準決賽 這次那邊準決賽我有去拍 真的要跟兩位講一個真心話 對 當然 輕空版正打他 輕空版正 輕空了 好 只有兩位 有啦 你沒有 這怎麼樣也有林書偉吧 輕空 書偉 我們還是有一個FVP李凱彥 對 凱彥很強 凱彥就是那個 籃球界的立東 對 沒有錯 他跟立東長超像 長這麼醜 對 他們也有那個顏值擔當的 有 沒有顏值擔當人家怎麼敢 小莉就算是他們球隊的 也很難 俊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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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俊男就叫俊男 俊男也是 有勢兄弟一起躺 所以 真的有那麼義氣嗎 都是這樣 就是有時候你在場上出包的時候 一定就是 比如說最後一集沒有投進 通常 如果說今天林智傑跟我最後一集 你會傳給誰 林智傑 對 傻瓜也傳給林智傑 一定 但是有時候就是這麼倒楣 就比如說 到我手上 我 壓手球 我夠衰 大家都已經想好 我要怎麼去擋林智傑了 可是偏偏就沒有人守我 空槍 球就到我手上 然後那個時候 就是在這一球的前 教練才剛叫暫停 不知道為什麼 他哪來的想法 反正每一個人只要接到球 教練都會這樣子 就鼓勵球員 給信心 投不信賺我的 然後他還轉過去 小哈 好不好 你大膽投 有空檔就投 不要怕 我說好 然後你聽進去了 我就聽進去了 這個教練是屌 對 因為我也會 在球類運動都有研究 我覺得你們這教練是屌的 因為為什麼 球場上 決殺最後一球 壓少球 所有對方最不注意的人就是你 所以你一定有空檔 對 看你沒有 保證有空 看他沒有 有空檔 很聰明 很聰明 就真的這麼衰 頭就到我手上 刺激了 中距離底線 是我最拿手的一方 他拿手 真的拿手 直接跳出來 球那個弧線 就像一個彩虹 你馬上變成一個 slow shot 然後 最後比賽結束 球彈出來 沒勁了 那好啦 反正就是一場比賽輸了 心情難免不是太好 然後教練 我們教練真的EQ好高 他走過來說 小阿 沒事 我剛剛已經跟你講了 球投不進 算我的 反正有空檔就投 我說好 謝謝教練 他轉身就走 想一想 突然走過來說 你怎麼會 我跟妳講講還要後悔 不是你跟我講要投的嗎 是 他說 好啦 他就走了 就不再想理我這樣子 還是忍不住要講 這個林書豪 是你隊上林聖光 林聖光 叫林聖光 都叫他林聖光 或者是拳台哥哥 因為他就是在隊內 就是對我們大家平常的時候 他都是很Nice的 就是我們可能晚上有時候練球 他都會 他自費就幫我們買點心 買飯就給我們吃這樣 可是他如果上場比賽 他就會完全變一個人 因為就是他是 他是非常重視比賽的人 比賽喔 對 他就是沒有辦法容忍自己 或者是隊友犯錯 那敬業 對 所以就是有一次比賽的時候 我剛上場 然後就有一個球沒有搶到 就被他兇 真的喔 對 然後我當場就嚇到 我想說 因為我也是第一年跟他共識這樣 而且他又盛名 對 我就有點嚇到 我想說 豪哥怎麼會兇我 對 沒有 沒有 俊男 我跟你講 你今天來上這個節目就對了 那個林書豪也會看 以後他兇你 你就會講 我是憲哥的朋友 他講這個有用 講這個幹嘛 雞排真奶也那麼無限好 牛肉麵 然後林書豪就說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來 來